中国神华昨天公报了他们地狱之道的小小状况 大不费好于预期 中国神华最近也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上升的势头 尤其是他胜券了这个250天平均线的22块本 从3月10号就是恒生局返贷而来 就是中国神华已经上升了超过58% 所以我觉得在技术上来说 短期之内他要在上升的空间可能不是很大 而当然由于他有资本叶数的支持 像我相信他在下跌到20块以下的机会也不大 所以我相信他未来大部分时间也是在20到24块左右的水平上下的赔回 所以额头自己也可以做一个地买高卖的策略比较妥当 反而高追的话我暂时觉得不是一个机会